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培元的英文教室一次多译 我们一般讲呢 fuzzy是绒毛很多的 毛毛的 衣服毛毛的 地毯啊 沙发毛毛的 fuzzy 可是用在某些时候呢 它是智慧型的 人工智慧型的 这意思差很多 sandensory 我一般讲 托儿所 或者是照顾老人 都可以 就是照顾人的 它也是苗圃 当然它就是把小孩子老人 当做树苗 盆栽啊 在照顾 所以它也是 苗圃的意思 但是苗圃跟托儿所 差很多 二的是奇怪的 它也可以是一只一只的 一双里面有一只不见 剩下一个叫一只的 它也可以是临时的 临心的 都给它意思很多 我们一直讲一个意思 我们是偷看 批冰汤 喜欢偷看的汤姆 批冰汤 它就不是偷看了 就是那个慢慢的出现 这个跟偷看有点像 偷看就是一点一点的偷偷看 就是花草日月 因为日月呢 出来是慢慢浮现 慢慢升起慢慢来 就有点像日月慢慢升起 缓缓续日东升 花草也是 花草慢慢长大 草慢慢出来 就是动作很慢的意思 慢慢出现 但是跟偷看不一样 那quick我们就是变快 quick就是很快 形容词quickly就是复词 可是它加en 你看一个字 它可以形容词动词 复词 就加一点字 字伪的变化 变成鼓励了 它不只是变快 变成鼓励了 所以这个一字多一字很玄妙的东西 可是它也是很自然的东西 可是你不会 这个语言学不好 那老外不用学 因为它那个 已经内化 它经过多少年的 自然的学习 已经内化 那我们中文也是 也不用了 中文一样 很多字一个字很多意思 老外学很痛苦 所以就是 就是问题出来哪里 就一般 教外语的 不管是外国人 学英 教中文 或中国人教英文 都一样 就反正大家 一开始学的时候 都是很简单 要化繁围简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老师说这个字是什么 我知道 这个字我会的 然后怎么写怎么写 然后捏些例句 看些文章 但是它 它无心之中 慢慢养成习惯 这个字就什么意思 可是母语就没这个问题 母语的话 它一天到晚在学 它不用学 它是从一种熟悉去学 而不是去学 学外语就不好学 因为它学 所以一学就有问题 最好是不要学 就像要最好不要吃 那最好优身保健 你就平常多运动 然后吃不要太多 就是养生 养生是最好 那你说一定要吃药 看医生 那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东西 最好是去熟悉它 自然的熟悉它 可是我们也没这个环境 只好学 学了以后就这个问题 所以Fuzzy 它是Imitating the way Human brains work 它是模仿一种方式 就是人脑 人的大脑如何运作 就智慧型 当然还有一段路要走 Imitating the way Human brains work 它本来是绒毛的意思 Fuzzy 他的Smartphone is an example of a fuzzy appliance 那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加个S 英文几乎都加S 可数的话 这个智慧手机 我们以前叫cell phone 像细胞的手机 那现在叫smartphone 智慧型手机呢 它是一个什么例子 就是一个智慧型的设备 Appliance就是机具 设备 机器等等 就是Appliance 是一种 智慧型的仿造人工智慧 The smartphone is an example of a fancy appliance 所以你会这个字 所以我们的智慧能力又更多了 你除了知道它是绒毛 毛毛的以外 你就用这个fuzzy 或者说 这个是像人工智慧的一样的fuzzy 所以这个 你讲fuzzy 老外不会吓到 你讲智慧型的它吓到 所以我们 单字不是 不一定说一定要背多少字 那更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这些字的意思 你是不是都会了 你说没有 我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 那就差远了 你只是 你背了多少个 一个意思的字 你不能说 你背多少单字 你说你会八千个单字 其他可能有两万四千个意思 但是你只认识八千个意思 表面上你是背了八千个 你知道八千个字的意思 其实差远了 Nessary 苗圃 a place where young plants 我们不要讲年轻的 幼苗 不但是讲人 讲那个 讲那个植物也可以 或者讲地植 地层 喜马拉雅山认为是 最新的 最新的地址 所以它才会突袭 老的就不突袭了 板块运动 因为挤压 挤压一定是后来挤压的 才会变山 所以越高的山就是 通常高的山就是 它是比较新一点的 比较young a place where young plants and trees a ground a ground 就是幼苗比较小一点的 就是年轻一点的 这个树 它这个生长 for sale 为了要去卖 就是苗圃嘛 这个种花是为了卖吗 当然有人有钱人说我不卖 我要观赏也可以 就不一定要卖 or for planting elsewhere 或者是去那个 移植到别的地方 a place where young plants and trees a ground for sale or for planting elsewhere 就是它一开始 先在这边种一种 这样长大一点 因为那个有什么嫁接 什么什么值 什么一大堆方法 将来再到别的地方可以卖 也可以移到别的地方 因为这两个相关 因为你卖了以后 它要继续活 对 它幼苗嘛 那继续长大 对对 就卖掉 或者移到别的地方去 those plants are taken care of in a fine nursery 那些呢 植物呢 都受到很好的照顾 taken care of 再一个 the fine就是很精致的 它也可以是很细的 像笔尖 那很细的 它意思也很多 甚至皮肤很白的都是 fine 意思很多 在一个很精致的一个 苗圃里面受到很好的照顾 比如说odd 它是单支的 本来是奇怪的 本来一双袜子 一直找不见了 可能不知道 跑了下去被狗叼走了 还是摆在窗户底下 一下子翻不出来 having one left over 只有一支留下来 as a reminder when divided by two 就是那个 就是可以被分为两支的 这东西里面 就是它只剩下 reminder就剩下 只剩下一支了 就是单支 丢掉也不是 那万一那天找到了 那丢掉也可以 反正找不到 一支的 having one left over as a reminder 只剩下一支 reminder 剩下了 when divided by two 都可以 可以区分为两支的 一支的 一支的 本来就一支的 就不是odd 一定是一对的 剩下 手套剩一支 袜子剩一支 或者是鞋子 那有的时候 人家卖东西 卖铃马的 他也用这一支标签 他当然不是卖一支鞋子 一双鞋子 但是他就铃马 我只剩这一双了 因为他们通常 一个马都要卖 卖好几双嘛 零马就是说 我其他马都没有了 比如说我42寸都没了 我只剩41寸了 这个我们要断货了 不卖了 鞋子卖了 只剩下一个size 就零马也可以 他们也用这个字 比如说 there is a dozen dozen of my artists are actually in the closet 就是呢 这个衣橱里面 我有十几支 a dozen 就是 就是 十二 一打 十二 如果dozen 就几十个 there are 那我们一般改成are 一般英文习惯 a dozen 还是用那个 还是用那个 复数 there are a dozen of my odd socks in the closet 就是呢 衣橱里面有几十支 十几支 a dozen 就十几支 dozen 就几十支 不成双单支的 袜子 所以用are 就不要用单数 那peep 是慢慢的出现 本来是偷看 to appear slowly and not be completely seen 就是 appear slowly 慢慢的出现 然后并不是啊 全部的一下都被看到啊 像那个太阳月亮花草 它是慢慢浮现啊 一下子出现一点 然后慢慢 当最后还是全部出现啊 to appear slowly and not be completely seen 我们比如说例句 the moon peep found behind the clouds 月亮由云后渐渐的浮现 不是一次出现 因为它速度很慢 the moon peep found behind the clouds quicken是鼓舞鼓励了 本来是变快 变快 变快以后就变快嘛 就鼓励了嘛 就是 就是很有 很有憧憬啊 速度变快啊 做事情变快啊 它也有个关联性 to give or store vigor 就是给予 或者是储存一个 vigor 就是一种精力 一种活力 所以这个字可以学 vigor 活力 activity too 或者是 一种行动 那或者是呢 我们分号后面 stir up 本来是搅动 本来是搅动 我们就 不是搅动了 stir up 就是也是 也是鼓励的意思 stir up 就是震作 鼓舞的意思 rouse 或者是stimulate 或者刺激 等等 反正意思就是说 就是鼓励 to give or restore vigor or activity to stir up rouse or stimulate 所以看了一句 his success quickens my determination 因为他成功了 他的方法 这个我很佩服 他能成功 我要成功 比如他写一本书成功了 我本来对写书没什么兴趣 结果呢 我也开始有信心了 坚强 我的信心 他能成功 我也有可能成功 if success quickens my determination 那我现在有五个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再熟悉一下例句 智慧型的 我们是fuzzy 不只是绒毛的 the smartphone is an example of fuzzy appliances 你就不要翻译 说智慧型手机是一种很毛毛的 是一种很有绒毛的一种设备 智慧型手机金属的它没有毛 the smartphone is an example of fuzzy appliances 苗圃 苗圃 你说我要种花 你不要把说我在托儿所里面种花 那就闹笑话 there's plants are taken care of in a fine nursery there's plants are taken care of in a fine nursery odd 你说我有十几只单只的不成双的袜子 你不要说我有十几只造型很奇怪的袜子 那意思就风马牛不相及 there are a dozen of my odd socks in the closet there are a dozen of my odd socks in the closet 衣橱里面 那你说抽屉 drawer也可以 这个例句随便你造 p慢慢的出现 the moon p from behind the clouds 那为什么云呢 用s呢 云有很多朵云啊 这个有时候不只是一朵云啊 有时候好几朵云 所以因为很多他习惯 能够加s就加s 除非你一定要讲单数 the moon p from behind the clouds quicken his success quickens my determination 那你就不要说他的成功呢 让我的决心变快速度了 不是 只是鼓舞了 鼓舞了我的决心 让我决心 让我更有决心 his success quickens my determination 所以就是 一之多一 一定要去熟悉 这个在学习英文 要程度要变好的话 它是一个关键 重磅重的重磅 这集讲到这里